昨天讲了一个小时候得背着爸妈偷看的动画 许多人神有感触 本来想骂一句脑色屁 但仔细想想不妥不妥 毕竟李嘉欣女神主演的药兽都吃 可是借鉴就不动画 一部放在如今都能碾压众多动画的脑动画 为何口碑如此的好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色而不淫的动画鬼才导演 穿靠山灾 这不今天我又找到了他创作的另一部鬼才动画电影 魔界都市 新宿 赶紧帮我把灯一起看看吧 在日本的某个时机 雷比达和玄疑党是同门师兄弟 把阿古尼来为师学习电力法 师兄弟和人都彼此竞争 为了比玄疑党更强 雷比达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黑暗世界 并打算要地球变为魔兽来统治了世界 在雷比达和玄疑党比试时 天空也出现了一个黑暗的空中花园 那就是雷比达出卖灵魂起习的地方 黑暗世界的确给雷比达无以匹敌的努力 玄疑党在这种比试中失败了 而代价就是被雷比达给杀死 虽说打败了玄疑党 但雷比达自己也身受重创 需要调养 并且他还得变得更强 而这需要花费解禁十年的时间 雷比达宣称十年后会再次回归 彻底将这个地球变成黑暗世界 于是就到了空中花园比关修行 而雷比达释放的魔器 逐渐地将新宿城市给侵蚀了 最终在这城市里的人们都无法在这里正常生活 这种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法律 没有规矩 政府也曾派军队和坦克来过这里几次 但都没有平安地离开过 慢慢地 这座城市变成会魂的天地 也是魔兽的世界 雷比达释放三只魔兽 在这座城市里游行 使得这座城市彻底变成了黑暗之城 原本都对这座城市唯有远之 新宿这座城市也彻底变成了黑暗之城 若干年后 被联合国社会救世主主席称号的 何摩佐先生和他的女儿史乡 来到日本 电视台还对这一幕进行了直播 坐在饭店里吃饭的 玄一郎儿子行也对史乡的美貌 却言三次 行也是一个拥有连力的武士 透过屏幕 他看到机上有个小女孩抱着一束花 献给了何摩佐前生 而那束花上却有魔力 行也在饭店里大喊着 不要借 但却无济于事 何摩佐接到那束花后的瞬间 就被花束了藤蔓求缠 信号玄一郎的师父阿古尼奈 运用练力控制住藤蔓 进行下一步动作 阿古尼奈没想到这股魔力竟如此强大 虽然他阻止了藤蔓杀死何摩佐 但是阿古尼奈也必须留在何摩佐身边 长时间用练力控制住藤蔓 不过好在阻止 雷比娜的暴行和计划 阿古尼奈知道玄一郎有一个儿子 并从行业的身上 他看到了比玄一郎更加戳重的练力 于是就打算把希望寄托在行业身上 行业在一家武术馆里做武师 教小朋友学习建树 这天傍晚 他教完小朋友以后 就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练习练力 他对自己的练力非常自信 这时候 他的背后突然出现了阿古尼奈的身影 这个身影是虚幻的 是阿古尼奈用分身术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影 其真实肉体还在何摩佐的身旁 阿古尼奈告诉行业 他的父亲是如何身亡的 因为在此之前 行业都以为自己的父亲 在那次战斗中失踪了 并不知道其实他的父亲已经死亡了 阿古尼奈还告诉行业 他的身上又超越他父亲卓越的练力 希望他可以去迅速 阻止雷比拉的计划 但在此之前 需要他继续向自己学习练力 因为他自身的练力 暂时还无法与雷比拉抗衡 他行业过于自负 根本不听阿古尼奈的话 也拒绝去行业 但阿古尼奈赌他会去的 因为他的本性是善良的 不过见此不就 行业出去后 就要骑上自己的单车回去 但和摩佐的女儿史乡 却找到了行业 因为史乡是从脑头那里打听到 行业可以去行业 阻止雷比拉来救他的父亲 还提出了自己 会和他一块去 行业自己不想躺着浑水 更不会让一个女孩 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但是史乡就负心切 即使行业拒绝去新宿 但他自己也依然会前往那里 果然 行业本来不打说多管闲事 只是没骑车多久后 就立马反馈 转身去追史乡 史乡的脚程还挺快的 一个人早早就到新宿 尝试的入境 但随着经历新宿的理解 史乡的身后 总是发出奇怪的声音和声音 吓得史乡赶紧跑 他跑向了一个路边摊 老板正向唯一的客人做饭 史乡向他们打听 雷皮拉在哪里 这个装白色衣服的客人 转起来说 他知道 让史乡跟着他走 结果走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史乡才察觉不对劲 往外跑 可是为时已晚 白衣服其他的另外两名同伙 拦截住了史乡 他们打算猥亵史乡 幸好 行业及时赶在阻止他们 行业向白衣服他们打听 雷皮拉的下落 白衣服趁我打劫 要走史乡身上大部分的钱 可是 他并不知道雷皮拉在哪里 但是 他告诉在另外一条街上 有一个老太婆 他知道这个城市的 所有事情 于是 行业和史乡就去了另一个角落 去找那个老太婆 留下白衣男子 趁他靠墙鼠前 只是突然墙地出现了黑影 黑影吸走白衣男子 场面 异常的诡异 等行业他们到了 白衣男子说的那个角落 老太婆通过取管机 和他们见面 让他们交钱 才答应告诉他们 雷皮拉在哪里 于是史乡 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交给了他 结果 老太婆却拿钱跑了 不过后来却被行业追刀 老太婆只得告诉行业 雷皮拉在地铁站那边 而突然 老太婆脚下出现黑影 映露了无尽的黑洞中 黑洞扩张 行业差点掉了进去 黑洞中出现了像螃蟹一样的怪物 行业见识不妙 赶紧拿着史乡逃窜 在切到了下垂青后 出现了一个小孩儿 找回他们进去 螃蟹怪无法进去 行业他们顺利逃脱 小孩向他们索要救命的钱 但是史乡的钱都花完了 没有钱付给小孩儿 小孩儿生气地叫他一只 找有两个脑袋的狗 因为在下垂青 有一个记忆研究所 后来这座城市 变成了空城 所以里面的实验动物 都跑了出来 小孩给着 找有两个脑袋的狗 取名叫小黑 小黑字牙咧嘴地 看向史乡 但是史乡非常有爱心 用温暖的气场 紧紧地驯服了 这只变异的狗 小孩非常的吃惊 但毕竟小孩 是真的救了他们两个 于是 史乡就把手上的脸丝戒指 给了小孩 突然 小黑突然朝某个方向 字牙咧嘴 并跑了过去 小黑和小黑相以为命 随后也跟了过去 在地铁列车中 小黑散遭跑到地下的螃蟹 怪物毒手 小黑本想上去替小黑报仇 却会重重地 甩在了一边 星夜和史乡也赶过来帮忙 突然地铁开始启动 怪物和星夜打斗了起来 但是星夜不敌怪物 于是就跑到地铁下方 怪物也跑了出来 紧随其后 由于前方轨道已经塌方 地铁狠狠地撞了进去 怪物就被夹在了中间 电缆倒下 断掉的电线 打在了铁轨上 星夜以为怪物就这样死了 但是没想到怪物却掀起了地铁 却不曾想到 怪物踩到了线头 全神通电 小黑见识 拿起了手榴弹 就丢下了怪物 加加上星夜 用超强的练力 重重地一击 怪物最后被打败了 但是在闭关的雷比拉 也感受到了这股 超强的练力 第二天小孩带着星夜 他们来到空中花园的下方 他突然提出 想要看看星夜身上的木剑 拿起木剑的小孩 就往后退 踩在一滩水里 归睡淹没了小孩 星夜为了夺回剑 也被拽了下去 水中有另一个怪物 用了三只眼睛 想要替昨晚死去的怪物报仇 三鹰怪物行动迅速 并且有很多的分身 星夜不知道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就一直处在爱达的状态 星夜静下心 仔细去感受周围的失误 最后 成功一击打败了三鹰怪物 但因为在水灭气的时间过程 星夜没有能力自己游回上岸 好在死香跳了进来 把星夜救了上去 但其中有一次没有死透的眼睛 穿在了死香的身上 等到了岸上 死香却开始昏迷不醒 一个红鱼男子出现 将鹅人带到了自己的家中 并为死香医治 晚上星夜想要独自出去找雷比拉 杀杀他的瑞气 于是就把死香 摆脱给了红鱼男子照顾 当走到了地界西站的时候 星夜就见到雷比拉 但这 这是雷比拉的傀儡 星夜一键批动了这个 由蝙蝠组成的傀儡 并追上前去 但是 星夜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那里 是一个公园 公园生机勃勃 人们都在那里 惬意地享受 这美好的时光 突然星夜的头一目眩 倒在了公园的长椅上 第二天醒来的死香 也待到了这里 已经恢复清醒的小孩 也跟了过来 他们走进来 就看到了另一幅景色 那个公园非常的破败 到处都是骷髅 想必是随意拉和雷比拉 大战那天 地震时 惨死得冷 突然 一个红玉女孩出现 石像上前去 却被红玉女孩咬离口 小孩上前 拍了女孩的脑袋 却没想到被火焰灼伤 突然 小女孩迸发出火焰 劈抢了她们 石像他们躲在那边 逼后才躲过了一劫 这时 能在外向中的星夜 走向了女孩 女孩爆发出强大的火焰 星夜莫乐地 走了过去 石像根本阻止不了 火焰爆发出了似乎 像是公园内 无数的亡灵 无法得到安息一般 石像非常的痛心 并感同身受地对女孩说 去找找你的妈妈吧 非常爱你的妈妈就在那里 并决定亲自带她去 也有反顾地进了火焰 突然火焰爆炸 石像被弹了出来 火焰变成点点的荧光 散落在了各处的鼓楼上 将女孩叫着妈妈 附向了石像的怀抱 石像激进地拥抱她 不疑惑 女孩也变成了鼓楼 原来她同样是当年 一场大战 残资保留了怨念 在怨念失怀的那一刻 所有亡灵最后都得到了安息 星夜也从幻想中清醒过来 红铃男子也在这时又赶了过来 而距离他们的星宿 已经三天了 雷比达也准备释放魔兽 天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从天空上往下看 星宿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符号 仿佛打开了什么封印一般 星夜到了中央找到了雷比达 雷比达却伸手困住了石像 并把它准备掀起给魔兽 不愿放弃的星夜用木刀 刺向雷比达 但雷比达身体却让木刀四分五裂 他一手将星夜推向了 当初玄铃男跌落的裂缝中 很久之后星夜才清醒过来 他挣扎地往上爬 在背叙上头 却见到了自己父亲的木刀 阿修罗 更吃惊的是 当初玄铃男在去世之前 将自己毕生的脸力都注入在木刀之中 木刀散发出的光芒 将整个黑夜都照亮了 在雷比达准备打开魔兽世界的大门之前 星夜到了 有父亲的脸力加持 星夜用全力披上雷比达 雷比达的剑也被折断 不仅如此 雷比达也被披成了两半 魔兽世界最后被封闭起来并没有打开 残到的水乡父亲身上的藤蔓也都褪去 星夜赢了 也完成了父亲 没有完成的事 故事结束 超帅的阿 这结尾是真的超帅了 但是作为妖兽都市后续创作的动画 自然可以深受前一部作品的印象 只可惜魔戒都市 这部作品是保留了作画的风格 而在剧情上的设计 实在有些草算 托他的过程 换了一个喊一刀就结束了大结局 任谁都很不买账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背着充满暴力美学的画风 甚至吸引 从而导致了不少观众 没有在剧情上过多横击 传统的剧情套路且不胜正 有时候动画比真的好的一点就是 即便剧情再不好 可是画风可以弥补很多部阻 因为许多场景是真正电影无法刻印出来的 虽然这部作品充斥了许多暴力美学的画面 但是你敢相信女主 近来是唐僧吗 那肉是比钻石都珍贵 全场剧情下来 先不说是有伤破仪的镜头 那衣服简直看比绿剧人的内裤 如果不是有善者导演的风格直落 光是这剧情的安排 就是如今 众多垃圾动漫的水平 大家仔细一下 1988年的作品 不要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评判 因为不管是日本 还是我活的动画 现如今都爱充斥一堆垃圾动画 比不上他 可悲哦 我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用以小偶的解说 请点关注 隆隆的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的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